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那么的幸运 就是那么过鲜灿烂的每一天 没有什么一路都顺风 是不是也会有个眼点 我们爱没有什么 可以让谁来重演 未来的是未来才写 现在是你我的相见 就让这一切全都实验 我们的爱一直都脸 就是那么的幸运 就是那么光鲜灿烂的每一天 太棒了 你尝尝 就那么说 是 série 你蛬 你都有 谈得怎么样了 老头子 你说媛媛怎么就那么命苦呢 原先找了个宋行宇 觉得她各方面条件还不错 能给咱们媛媛幸福 可结果呢 这好不容易 刚从阴影当中走出来 这人都说 吃一欠 长一智 但是这接下来应该找一个更好的才对 可结果呢 一个比一个糟 你说这个未来 我原先对她印象挺好的 可是 你说她家里现在这个状况 别着急 媛媛哪一想都特别俊 她决定的事情啊 谁都改变不了 别操那份心了 我能不操心吗 咱们辛辛苦苦地把女儿给拉扯那么大 我可不愿意让她到别人家去受罪 你说这没有房没有车吧 这都没什么 只要她能有个稳定的工作 能对咱们远远好 我都认了 如果经济状况不好 也都没什么 但就是不能欠债 我可不愿意让咱们的女儿 这下半辈子一嫁进婆家 就帮着婆婆还债 行了行了 不说了 睡觉 休息 走走走 休息 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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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真是功劳心的 爸 我的基本想法呢 都在这个设计书里面了 最后几页附上的是猴子的设计稿 您可以看一下 好 叔叔 我和您阐述一下 我们的设计理念 也方便您对产品有一定的了解 接着说 我们第一步推出的呢 是新色彩系列铁皮出柜 铁皮的好处在于 它耐久防晒 不易褪色不易变形 其次呢 我们设计了一款一秒钟所扣 方便拆卸 租房人员也可以放心购买 不会带不走 倒是挺实用的啊 但是不是太夸张了 还有色彩 是不是太浓烈了 叔叔 我们原创品牌主打的是 年轻时尚快捷 我们主要针对的人群呢 也是年轻人 所以说 我们会融入很多流行色系 比如说马卡龙色 或者买一个季度的流行色 如果遇到了老客户的话 我们可以做改色服务 广告的预算从哪儿来 爸 现在的宣传渠道呢 已经不像以前一样 比如说我们之前的工作室 做出来的APP 他们的流量就非常的大 我们可以找他们合作 当然在价格上面 我们也有一定的优势 毕竟这个APP也是我们做出来的 好 魏蓝啊 你的计划书做得真是非常严谨 现在又有了设计师 我真的 没有任何理由反对 好吧 我支持你们试一试 师父你好 请问您去哪儿 我找下郝未来 好 等一下 郝经理 有人找你 好 好 你稍微等一下马上过来 还来还来 伯父 您怎么来了 我找你说个事 好 里面请 伯父 喝水喝水 不用了不用了 我说几句话就走 好 未来 我 我听说你们家 出了点状况 是 我们家 确实有一些状况 但是都是生一场的事 我们会处理的 您不用担心啊 是 我过来找你 是希望你和我女儿分手 伯父您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我跟向远相处的亲 您 我知道我管留点唐突 但是 你家的情况呢 我也大概了解一些 我希望我们之间能够坦诚一点 能不能把你们家的真实情况告诉我 我们家呢 真实情况就是 破产了 我爸以前 一直 自主我开工作室 我现在把工作室关掉了 把所有的资金 注入到我们的生产线上 希望创立自己的品牌 是一个艰难的时期 但是我们会挺过去的 未来 你看 我家女儿已经三十岁了 我和她妈妈 都希望她能有一个稳定的家庭 你知道 这个 你和她的感情的发展 是在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 一个特殊的时期 我知道 你觉得 爱情最重要 但是我作为一个过来的人 我要告诉你 两个人在一起 除去感情 还有一些个其他的因素 我不知道我说的清楚不清楚 我家女儿不是一个贤贫爱妇的女孩子 她的个性我了解 能够跟你在一起 摆手起家 和她共同奋斗 可是现在 她要是嫁给你 一进门就要跟着你承担债务 当然这个 关键是你们的生活现在都成问题 她跟你在一起 你们睡在办公室吗 睡在员工宿舍 这是我作为父亲无法接受的 未来 你是个好孩子 我家女儿的个性 我做父亲的也特别了解 哎 如果 你 给不了我女儿好的未来 就请你放手吧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拜托了 好 叔叔您看啊 我们的设计以及原材料 和以前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主要推广的里面呢 是新色彩系列 比如说开门高贵 那这一款柜体 我们设计了四种颜色 这样的话年轻人也可以 搭配他们的牧师面 以及地砖瓷砖 这样的话有更多的选择 还有其次的话 出什么事了 有什么事了 有事儿别别在心里 还有爸爸呢 虽然你现在研发的是原创产品 但是在管理和销售上 爸爸比你有经验 有什么事情呢 咱们及时沟通 我那天呢 又跟葛经理谈过了 他完全改变了对你的看法 他原来以为呢 你只是一时兴起 别想到你的计划书做得那么严谨 他很感动 你看 大家都在支持你 我会努力的 努力是必要的 但是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抽时间出去走走 多陪陪小圆 你跟小圆约一下 看在什么时候有空 我请你们俩搓一对 来 来 来吧儿子 好 虽然我很看好国内的创业环境 但是如果创业中心建成以后 没有足够的创业项目入住的话 我的一片苦心可就白费了 老魏 你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现在年轻人创业热情高涨 你不妨问问思琪 看他有没有什么好想法 好 对了 创业中心开业那天 你可一定要来啊 那可不 必须的 行 就这样吧 拜拜 怎么样 年轻人 有什么想法啊 当然有啊 大叔 你这个创业中心 主要是面对年轻人的对吧 对 那你首先就要了解一下 年轻人的世界啊 怎么了解啊 你看啊 现在很多高校都在举办创业大赛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参加过 你是什么校母 来 让我参与一下啊 不会又是什么美甲工作室吧 在你心里 我是不是就只会做美甲啊 跟你开高校的 你接着说 吃你的苹果吧 接着说 我是想说啊 你可以和高校的这些创业大赛一起合作 邀请优秀的项目进入你的创业中心 一方面呢可以帮助有志青年 另一方面还可以帮助你解决项目不足的问题 还可以打开未来的发展渠道 是不是一举多得 想法不错 我看看啊 大叔 你面前就做了一个年轻人啊 我觉得我就可以帮你 你 大叔 我是很认真的 我想参与这个项目 乖 别闹啊 你 这么晚了还玩手机啊 大叔 你看 怎么了 这就是我的优势啊 你看啊 我这有好几个高校的交流群 这里面啊 肯定有人是高校的社团负责人 或者是学生会成员 到时候 我可以先把我们的合作医院 告诉给他们 如果有合作的可能的话 我再去学校找他们的负责人 一起沟通一下 合作的具体事项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听到了 听到了 四乔 我 我得给你道歉 刚才在客厅的时候呢 我以为你在跟我开玩笑呢 所以没把你的话当真 你不会生气吧 没关系 毕竟 我以前的确没有做出什么事 大叔 大叔 我不希望我每次跟你出去的时候 别人都说我只是个小丫头 我也希望通过这个项目 能够证明自己 好 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的 我还什么都没做呢 你就相信我 用我相信我自己的眼光吗 你 你 又变小化自己 来 再给我看一下吧 你看啊 这些群里啊 其实本来都是交流我们喜欢的 温亿海文化的 你看看 走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咖啡店的人太多了 给你 又是咖啡呀 双鸡子 喝你了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挺喜欢的吗 走吧 你的新产品怎么样了 还行吧 什么时候能出样品我看看 不知道 对了 最近有很多猎头公司给我打电话 想让我去入职做高管 但是我都没有答应他们 我不是在做我那个 惊吓定制旅游吗 我想最近多花点心思 在我自己的项目上面 还有很多网友给我留言 说挺喜欢我的构思 我最近还得再回复他们 谢远 我 你能不能别讲了 我想安静一会儿 你怎么了 没怎么 怎么突然不开心啊 我没有不开心啊 可是你现在很有情绪啊 你怎么了吗 你怎么了吗 我没怎么样 你不要一直问一直问的 烦都烦死了 可 可是我之前也是这样啊 你到底怎么了 是 是我哪里做错了吗 你没做错 是我的错 醒了吧 我没做错 媛媛 回来了 啊 回来了 老头子 媛媛她好像心情不好 她这是怎么了 好像工作上的事吧 没关系的啊 这些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要推出的 新色彩系列铁皮阳台柜 我们主要推出的是这一款 大家看它的立面是蓝颜色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 不同需要 定做出它不同的颜色 私人定制 再其次呢 阳台柜里边的隔板 是可以根据客户的不同需要 升高以及降低的 最最主要的是 这是一个户外阳台柜 防雨防晒 最主要的是 零甲犬 不错 李老师你好 我是叶思琪 你好 请坐请坐 灵力已经介绍过你了 我们学校也正在举办创业大赛 我们确实也想和外界有所合作 那太好了 那我先给您讲讲我们的理念 可以 我们举办的是创世界创业大赛 我们大赛的这个具体流程是这样的 你们看看 这里也需要注意一下 还有这里 今天真的很开心 我们也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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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我们的合作 慢走啊 有机会再合作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们保持联络吧 好的 吃饭吧 哦 来了 吃饭 要让我娶 바로 我们下午去看看电影 呃 好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没有 我是你女朋友 我希望你可以把所有的想法都告诉我 我 我想家了 我 我跟你一起回去 真的吗 谢谢你 以后你不管去哪里 我都会陪你去的 嗨 Jack 嗨 Ben 你好吗 好 Jack 我再离开我的工作 你再离开你的工作吗 为什么 因为 我和Sophia回到中国 好 和Sophia 真好 对 我想去中国一天 你一定会来的 你会喜欢 生活在这里 有很多机会 我说 中国是很快的国家 对吗 如果你想来的话 告诉我 对 对 对 来吧 来吧 我们来喝酒 这是我 对 这是你 我会在乎你 圆圆 吃饭了 圆圆 吃饭了 好 来了 来了 吃什么呀 都是好吃的 圆圆 你说你一天到晚 老盯着这个手机叫怎么回事啊 嗯 妈我这是在工作呢 吃饭时间就好好吃饭 对了 还有你那个 什么微博 还是什么频道什么的 那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都不懂 那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啊 我在欧洲的时候 就有这个想法创意了 我现在就在落实这个事情 一两句话 跟你们也说不清楚 你说你吧 自从回来之后 你也不怎么出门 你不能老我在家里啊 这都快三个月了 你出门的次数 两个手都数得过来 你妈说得对啊 该出去活动啊 就出去 回头老不出去 跟社会就脱节了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怎么会跟社会脱节呢 我现在的工作不需要出门了 在家里就能上班 这 妈 我现在有朋友与有急事 那我收拾一下出门了 慢慢 慢慢刷 你也有 换你好看的衣服再出去 好 这孩子 不可能吧 是真的吗 这么多天 他都没有找过你 打电话也不接 发信息也不回 整个人冷冷的 那你没有去找过他 他都不理我了 我怎么找他 一直以来 我都觉得郝未来 是一个很幽默 很温和的人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 我把最近的事情 从头到尾想了一遍 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你说 有没有可能 他认识了别的女孩子 你看 你看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呢 只有我们几个人 社交却很小 所以大家天天见面 日久生情 凑合在一起了 回国之后呢 他开始创业 认识了很多新的人 之前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是在相亲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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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的郝未来 他不是这种人 反正通过这些事情 我发现 我原来一点也不了解他 一点也看不透他 郝未来这个人 对待感情的事情 太不成熟了 对待感情的事 该不会是像之前 那个宋行语一样 有什么不可高人的秘密 你能不能别讲了 我想安静一会儿 你怎么了 我没怎么样 你不要一直问一直问的 烦都烦死了 姐 你先别着急 我去帮你打探打探 我去帮你打探打探 新色彩系列呢 已经上线一周了 我们的关注人数 不断地在上升 整体效果呢 我还是满意的 我在想啊 要不要找我APP的朋友 让他们多投放 一个星期的广告 未来啊 互联网的事情 我给不了你好的建议 不过既然效率这么高 你呢 跟着感觉走吧 好 来 看 等一下 喂 碧莹 喂 兄弟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也跟我说一声 这不怕你忙吗 等你忙完了我再找你呗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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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啊 所以我米侯就住这儿了 嗯 那个 索菲亚 我 现在能力有限 所以只能租得起 这样的房子 我觉得这里挺好的 而且只要和你在一起 在哪里都可以 那我们出事行李吧 来 你说你啊 怎么回事啊 回国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好去接你 这不知道我们好少爷忙嘛 哪敢劳您大驾呀 哎 那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啊 哎 这次索菲亚和我一起回来的 不打算回去了 不打算回去了 那你们生活呢 不如这样吧 我呢 事业上也刚刚起步 你可以跟我一块儿干 未来 这一次 我想自己一个人 试着找找工作 总不能老靠你吧 靠你得靠到什么时候 所以 我要自己挣钱养家 行啊 有进步 索菲亚的功劳是不是 也不全是了 这次在那边 见了索菲亚的父母 他们问我 以后有什么规划 其实我挺愧疚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 以后我要干吗 在那边呢 我人生地不熟的 索菲亚也没有跟我 一点点的压力 甚至现在还要跟我一起回来 最重要的是她跟我说 两个人在一起 关键是陪伴 钱可以慢慢赚 所以我这不就回来了吗 你跟夏元怎么样 你跟夏元怎么样 好吧 我跟上帝 你也要好 但是你不会打电话 你会打电话 你会打电话 还有你的就是 我是小语 我感觉我感觉 那个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没有的话 那我先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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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刚才呢 我已经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我们创业中心的基本情况 现在我想说说我自己的心里话 我曾经也是一名创业者 我也知道创业的艰辛 所以我很感激 在我创业的时候遇到的每一次机会 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 扶持更多的创业者 让他们知道你们并不孤独 同时创业大赛正式启动 我们将面向全社会 征集创业项目 欢迎各位创业者踊跃报名 大赛将分为初赛 副赛 总决赛三个阶段 凡是进入总决赛的项目 都能获得创业基金 并且受邀入住我们的创业中心 享受租金减免 专家指导等多项福利 好 我宣布 创事界创业中心正式开业 怎么样 姐啊 这部戏累不累啊 还行吧 你没看过台词啊 情感大戏 你也挺奇怪的 你们这些做演员的 这么多次都背得下来 什么脑子啊 你来跟我试试搭搭词 别了 最近姑父老在我面前夸你 夸的话我都能记下来了 要不要我转达一下 别了 她也天天夸我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爹 姐对你刮目相看 你真的让工程 七死回生了 我看现在新的产品销售量也不错 你可以松口气了 松什么气啊 那么多债务不用还啊 凡事慢慢来 你要放轻松一点 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好 来 请拍女老师 好 那我先过去了 好 这个距离收音怎么样 行 是在它下面是吗 对 再往下一点 对 好 好 这个位置可以吗 好 好 来 落 三二一 开始 你等等 你为什么最近总是冷落我 我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 你跟我说 我是想要一个答案 你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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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是我 是我哪里做错了吗 没错 因为我当时也是一个创业者 所以我能够非常非常地理解 创业这门心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这么认真地在台上演讲 帅棒了 帅的 你今天表现也很好 谢谢姐 你今天能来捧场 对了 姐 其实大叔今天也想叫好位来来的 但是 怕我尴尬吗 私下里确实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其实工作场合没关系的 姐 她一次都没有来找过你吗 无情无义 敢欺负我姐 不给她点颜色悄悄 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我知道 你其实是一个很善良 很愿意照顾我的人 很多事情都为我考虑 想要保护我 但是 未来我们要一起走一段 很长很长的路 我希望我们 可以彼此坦诚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什么困难 都要一起面对 不管怕不怕 都不要互相隐瞒 我会一直陪着你呢 老大 怎么了 我快要疯了 为什么 有一个客户要求特别多 我跟他舍站了将近一个多小时 实在是对付不了啊 那就让他退货吧 但是吧 这个客户呢 是比较大的客户 订了几百套的夹缝收纳柜 退货有点可惜了 把他的联系方式发给我 我来解决吧 好 嗨 索菲亚 丽莎 这是我女朋友 索菲亚 你好 我的天啊 你就是他的女朋友 很高兴见你 我是丽莎 我喜欢你的衣服 它是红色的 而且你的红色是红色的 其实你可以跟我讲中文啊 她很了不起 那个 我们到时间了 应该去上课了 那你去吧 那你去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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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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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人家结婚啊 我现在资金有限嘛 你懂的 我觉得你应该赶紧给人家说吧 你看你女朋友 那腰 那腿 哇 这身材 你想你的朋友了吗 他们有他们的幸福 我有我的幸福 索菲亚 我现在能力有限 所以只能租得起这样的房子 我觉得这里挺好的 而且只要和你在一起 在哪里都可以 我知道这样不好 沉默的莫名轻妙 有些事情我不提到 是不想提到 你也明了 挽留的一刻就输掉 难道只该自嘲 生命中所谓美好 就是曾经有得到 我知道这样不好 崩溃的不骗不巧 可我真的坚持不了 哪怕就原谅 谁又想到 谁又想到 有些伤害 如此精巧 我躲都躲不掉 只能忘记你的好 在那明天拼命逃 那年街角 那样遇到 那么紧握的手又放掉 回忆寂寥 承诺叫小 不知道是否这结局也好 把泪流掉 把痛残好 就让狠心的话说太早 在各自的背影下 悄悄走掉 前世上 爹 对 广内 那 大约 感谢观看